明星真的都非常棒啊 有做公司高管的 求学 镀金 跨界 还有做地产 开餐馆的 所以呢 说明星现在的工作呢 都不止局限于 唱歌 演习和跑通告了 各种副业真的是 搞得风生水起 那最近呢 张辉妹和朱孝天 在这些方面也有了大动作 她是中国的传奇 她是中国的最大售价 她现在是 EMI的拍摄艺术 睽違三年没发新专辑的 阿妹一出现 就给大家带来了多重惊喜 6月30日 阿妹正式宣布 加盟环球唱片旗下 EMI唱片公司 今年夏天 将发行个人第17张专辑 除此之外 更是开启事业第二春 升官做了唱片公司高管 阿妹将会是 EMI大中华区的品牌总监 都说新官上任三把火 阿妹一上任 就为公司做出超大贡献 宣布重金挖到罗志祥 杨成林两位天王 天后级歌手 阿妹这个品牌 总监做得太到位 恭喜业麦 不过阿妹 总监做得风生水起的同时 也别忘记定期 给歌迷带来福利了 阿妹事业转型 另外也有明星求学有道 6月20日 朱小天晒出自己 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证 再过两个月 35岁的朱小天 就要以大一新生的身份 走进学校 其实纵观近几年的发展 朱小天的影视作品并不多 此前在日本连续举行的歌唱 也在2010年画上休止符 唱片方面更是没有新的动作 原来这几年的时间 都用来准备高考上面了呀 为了一新求学 朱小天宣布停止 已经成立八年的粉丝会 演艺事业瞬间沦为副业 不过粉丝莫要难过 朱小天此次求学 据悉为了转型幕后 说不定四年后 从学校里走出来的就是朱岛了 不论是升官还是求学 明星都是为了进一步的自我发展 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进军一个新的领域 也就意味着开拓一片新的西津之地 不过小编接下来要讲的明星 不走寻常路 搞得副业很特别 一张黑幽幽的面膜 实实在在地贴在一张肉脸上 老郭的确是在做广告 而且老郭只为自己代言 我是负责人 我要为这个牌子负责 其实老郭除了卖面膜 还在卖小熊 老郭财大气粗 收购了澳洲维多利亚省的 薰衣草庄园 据说只要是出自维多利亚省的 薰衣草小熊 都是郭的钢牌的 可是可是 好像卖小熊的不止老郭一个人呢 我只是代理他这个品牌 所以至于别人去做什么 和别人想做什么 跟这个品牌 和跟我所做的事情 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只是代理 难不成李晨的小熊资源 也是郭德纲牌的 作为郭德纲的好哥们 于谦搞得副业 那也非同一般 对于于谦来说 重要的是爱好 赚钱就是一顺便的事 于谦爱动物 所以开了一个天地精华宠乐园 坐落北京大兴区 占地约60亩 里面动物还挺齐全 最出名的就是迷你马 当然 这个宠物乐园 也是于谦和老郭相声的 灵感来源之一 真是爱好工作里养不务 于老师喜欢养小动物 我喜欢宠物 有爱心哪 真的好啊 最近我很佩服他 是吗 花钱 买 回来照顾他 不得耐心房 喜欢吗 对他爸爸都没那么好过 行不再现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